請大家想一想 你家裡的櫥櫃或藥櫃裡有沒有放一罐魚油 沒錯魚油可以說是保健品界最知名 也最具爭議的超級巨星 幾十年來我們總聽說他對心臟很好 但如果你真的去查資料 會發現他的研究結果總是魔人良可 有些說他超級有效 有些又說和安慰劑差不多 那麼魚油到底是心血管的守護身 還是僅僅一個行銷神話呢 今天我會用最可靠最新的科學證據 帶大家一次搞懂魚油的迷思 不僅解釋他在人體是怎麼運作的 還會分享一項非常重大的大型臨床研究 讓我們清楚看到魚油對誰最有效 以及什麼情況下真的有幫助 我們的目標很明確 從科學出發 釐清那些看似矛盾的研究 最後找到魚油最精準最正確的使用方式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框框意識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一直強調 極簡護腎 護腎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 或繁瑣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 魚油的故事要從大約1970年代開始說起 當時科學家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居住在格林蘭的英紐特人 他們的飲食中含有大量的海豹 金魚等高脂肪食物 但冠心病的死亡率卻異常的低 這個觀察完全顛覆了當時 脂肪就是壞東西的觀念 經過深入研究 科學家發現關鍵就在海鮮裡的 Omega-3脂肪酸 他們是健康心臟的重要工程 當我們談論魚油的功效時 主要指的是其中的兩種 Omega-3脂肪酸 第一個是EPA 20碳5C酸 第二個是DHA 22碳6C酸 他們的分子結構 與我們常見的飽和脂肪酸不同 不是直挺挺的一條線 而是彎彎曲曲的 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結構 才能在我們身體執行 多項重要的生理工作 根據科學回顧 EPA 和DHA進入人體 會產生多種生理效應 第一 降血脂 這是目前科學界公認的效果最明確的 如果你服用足夠高的劑量 通常每天3-4克魚油 魚油可以將血清中的三酸甘油脂 降低25%到50% 這個效果已經可以媲美某些降血脂的藥物了 第二 影響心率與血壓 魚油可以輕微降低收縮壓與舒張壓 尤其對於尚未接受治療的高血壓患者 效果更顯著 收縮壓有些人就顯示可以降低4.5毫米拱柱 它也能讓你的靜止心率稍微放慢 因為每分鐘可以減少1.6到2.2次 第三 抗發炎 這是魚油真正厲害的地方 EPA 和 DHA 是製造一類被稱為 消退素 Resolvins 和保護素 Protectins 的 特殊分子的原料 這些分子不像傳統消炎藥 只是單純滅火 它們更像是工地主任 透過調節免疫反應 有秩序的促進發炎後的 組織修復與恢復 幫助身體恢復健康的狀態 既然魚油在理論上是心血管的超級英雄 但為什麼長久以來對一般大眾的預防效果卻備受爭議呢 矛盾的根源主要來自於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 劑量不足與吸收問題 許多早期的臨床試驗 受試者服用的劑量可能根本不夠 要達到顯著的三酸甘油脂下降效果 需要每天3-4克的高劑量魚油 但如果只有用低劑量 例如每天1克 效果就像用一杯水去澆灌整片森林一樣 難以看到臨床益觸 同時 市售的魚油保健品 1顆1顆膠囊中 有效的EPA和DHA總量可能只有200-400毫克 要達到治療劑量 可能需要服用到十幾顆膠囊 難以持續 第二 研究對象的選擇 很多研究是針對一般健康人 或心血管風險沒那麼高的人進行研究 在一個Omega-3水平本來就不低 身體狀況良好的受試者身上 額外的補充很難看到驚人的改善 在這種充滿矛盾的背景下 Paisys研究的結果就顯得格外重要 他完美解決了對誰有效這個問題 Paisys研究鎖定了一個風險極高的特定毒群 也就是正在接受血液透析 的成年患者 為什麼是他們呢 這群患者有兩個關鍵的特徵 首先 Omega-3極度缺乏 他們的體內 Omega-3脂肪酸水平普遍偏低 第二呢 是高度發炎狀態 由於腎衰竭和透析的過程本身 他們的身體長期處於一種高度 且猛烈的發炎狀態 他們完全符合我們剛才提到的情況 身體正在失火 但極度缺乏救火的原料 研究人員呢 將1228名血液透析患者分為兩組 一組每天服用高劑量的魚油 4克 其中含1.6克的EPA 和0.8克的DHA 另一組服用玉米油安慰劑 結果令人震驚 與安慰劑組相比 服用高劑量魚油的這組 發生嚴重的心血管事件的比例 大幅降低了43% 這些事件包含 心陰性猝死 心肌梗塞 中風 甚至因周邊血管疾病 需要節肢的風險都顯著降低 這個試驗告訴我們 魚油的效果是很大程度 決定於個人的基線狀態 對於那些身體內極度缺乏 Omega-3脂肪酸 又長期處於高發炎狀態的患者來說 補充魚油不是井上添花 而是像雪中送炭般的重要救援 魚油真正的價值可能在於 精準醫療下的策略性補充 而非廣泛的全民保健 那麼對於一般民眾 我們要如何安全有效的使用魚油呢? 第一 劑量與選擇 在有明確臨床需求時 例如嚴重的高三酸甘油脂血 請務必諮詢醫師 考慮使用經核准的處方級魚油 因為一般保健品的劑量較低 較難達到治療效果 而處方級產品的濃度和純度 都受嚴格監管 才能真正發揮療效 第二 吸收方式 為了達到最好的吸收效果 建議魚油要隨餐服用 特別是搭配含有脂肪的餐點一起吃 這能幫助身體更有效的吸收這些脂溶性的脂肪酸 第三 魚油常見的一個尷尬副作用 就是會有魚腥味的打嗝 這是最常見的一個副作用 一個實用的小技巧是 你可以把魚油膠囊先冷凍 冷凍可以讓膠囊在胃裡溶解的慢一點 有機會進入腸道再釋放 從而大大減輕魚腥味打嗝的症狀 第四 出血的風險 很多人擔心高激昂魚油會增加出血風險 當然現在有多項大型研究 包括剛提到的Pisis試驗和系統性回顧都證實 即使在每天4克的劑量下 魚油也不會顯著增加臨床上重大出血的風險 事實上Pisis試驗中 魚油組的嚴重出血事件甚至比安慰組稍低 這代表魚油在目前臨床建議的範圍內 使用是安全的 患者不必過度擔心 第五 重金屬污染 這是一個常見的迷思 汗這類重金屬主要與魚的蛋白質結合 不是脂肪 因此經過純化和精煉的魚油產品幾乎不含汗 至於其他污染物 例如多綠連本和代曜心 其含量也都控制在極低的範圍 在正常補充劑量下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 然而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當魚油劑量拉到每天3-4克時 雖然對三酸甘油脂非常好 但它也可能跟輕防戰動的風險 輕微增加有關 這提起我們 魚油並非單純的維他命 它是一種強力且複雜的生物調節劑 會改變細胞膜的穩定性和電身體特性 因此對於任何保健品 我們都不能認為越多越好 總結來說 魚油絕非一顆萬鈴丹 它確實擁有多種溫和 但真實的生理效應 包含降低三酸甘油脂 以及擔任發炎修復工地主任的角色 Pysic是能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魚油的效果跟你本身的健康狀態息息相關 對那些體內 Omega-3非常缺乏 又長期處於高發炎狀態的高風險族群來說 給正確的高劑量真的可以改變臨床的結果 不是保養 而是 另外 魚油裡的兩位明星球員 EPA 和 DHA 各有不同的功能 HISIS試驗用的是混合心 只是同時含有 EPA 和 DHA 的魚油 但有些研究又發現高純度單一的 EPA 也有顯著的效果 未來我們會越來越清楚 怎麼把這兩位球員安排在最適合的位置 發揮最大的效益 簡單來說 魚油是個好幫手 但不是萬靈單 對於對的人用對的方法 他可以真的幫到你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 我是聖堂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23 2 3 4 5 4 6